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二房东在线,女网友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P.O.文表示自己先前在新竹租屋,没想到在退租时受到百般刁难,房东甚至还所赔近8万元要买全新厨具,消息传出后立即引发热论。 女网友指出这间72亭的房子每月房租高达4万5千元,日前提出退租要求时,房东先表示愿意退还押金,然而当他交还要使后对方却翻脸比翻书还快,认为房东点交当下没意见,事后却派人在屋内找瑕疵,扣住押金,索配无度。 女网友表示,当初点交时已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但房东却在事后派人去挖出下水道的毛发,并向他索赔清洁费9千元。 接着对方更深称厨具上出现了水汽造成的黑点,借此索取7万7千多元的费用,要求他赔偿一个全新的厨具。 女网友坦言,租屋前房仲就曾提醒过他,该单位曾发生过纠纷,当时他不以为意,没想到纠纷真的发生了。 他说,房东在当初交房子的时候也没拍这么清楚,现在就挽起大家来找茬,质疑对方找尽各种方法,就是为了口注押金不返还。 消息传至爆料公社后引发热议,有网友认为合约上若没写家具损害归属,当初入住时没检查跟拍照应该很难认定,若不想陪可能只能上法院了。 也有身为房仲的网友大呼离谱,称赐,几座了多年,仲介第一次看到这么黑的房东,其余网友纷纷留言说处处是陷阱,下水道的毛发也能硬挖起来敲竹杠,这房东是蟑螂吗? 这个小黑点就要索赔全新厨具。